五彩斑斓的极光 照耀黑夜 梦幻感十足 这里是美国阿拉斯加州 受太阳风暴引发的强烈磁暴影响 夜空出现绚烂极光 吸引天文爱好者来追光 现在我们在阿拉斯加Delta Junction 现在我们正在等天气要开 因为今天晚上会有预报 会有很漂亮的极光出现 曾登上美国Science Times的台湾资深天文摄影作家 陈培坤 5号就前往阿拉斯加州 为的就是捕捉难得的极光美景 今年的这个极光出现非常特殊 它有很红的光线出现 那这个红光出现是因为极光 因为这个太阳的爆发 我们叫做这个Corona Mass Injection CME 所以会导致在上层高空的氧气 会把这个释放出这红色的光出来 除了阿拉斯加 位于美国东北的缅因州 也能看到红绿色的美丽极光 英国约克郡 沃尔索尔也都被拍到极光出现 镜头来到北京 可以看到与河北交界的金山岭昌城 古老的城墙在漫天极光下 极壮观有浪漫 这是继5月后大陆北纬40度 第二次可以观测到悬烂极光 另外就连纬度比北京还低的日本能登半岛 也有极光出现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指出 预计这波电磁扰动将持续影响54小时 最大规模可能短暂达到强烈磁暴等级 同时也提醒民众 这可能会造成卫星定位准确率下降 以及干扰无线电通讯 TVBS新闻蔡明讯蔡一杰综合报道